还想着哥哥没有姐姐们戏多 这不就来硬货了 明明只是结盟 却要比舞台更加精彩 谁都没想到 向来关系最紧密的陈楚生和王月新会发生冲突 而且是一个挂脸一个怒对的程度 最直接的原因是陈楚生与罗杰夫队合作 但是王月新想要与王耀庆部落结盟 刚开始王月新在旁边 看见陈楚生离开与罗杰夫队友谈话 他就有点不开心了 于是与马失去了洗手间 结果扭头回来 没想到陈楚生已经与罗杰夫两个部落拿了灯笼 于是这场聚焦所有人眼球的大战一触即发 本以为陈楚生或王月新 怎么着也得有一个人口碑断牙式下跌 万万没想到却殃及了别人 这回咱们就来扒一扒眼前 屁哥三凡人榜的前三名 到底是谁不受待见 网友极着想让他淘汰呢 你别说还挺多的 不过这季亚军还得是这两位 季军我愿颁给皇祖马薄迁 应该没人反对吧 27岁就能与曾经的众多顶流一起参加 芒果台的王牌综艺 甚至还要披荆斩棘 屡屡拿下MVP当队长 还不自量力每个展示的机会都要自己上 殊不知队友已经在后面瑟瑟发抖 这就不用多说了 不过为啥这次给马薄迁排在第三 而不是第一了呢 一方面他进了林志颖的队 话语权变弱 镜头少了 另一方面有了更讨厌的人出现 那就是排在第二的王耀庆 舅舅前面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都是平等来参加节目的 他是来视察工作的 而且还是那种所有人必须都得听着的大领导 新一期他真是把职场前规则展现的淋漓尽致 起因还是陈楚生和王月新的矛盾 这俩人关系如此好 为啥能吵起来呢 关键点就在王耀庆身上 咱都觉得两个部落结盟 简直是株连闭合 但舅舅就是不想 他们俩先坐在一起 谁也不说话 王耀庆就像看不见人一样 此时陈楚生就有点不悦 此时陈楚生单独采访的话音响起 其实大家都明白 王耀庆就是不想选陈楚生 他就要等着对方先开口 而陈楚生特意多次强调了两个字平等 无非是不想被别人抢了风头 他要是选择陈楚生 谁听谁的 而自己对的张远 他们对的王月新 会选择谁 谁的主导权变大 不用多说 就是这么点小心思 其实看到这也就算了 王耀庆就那样 没啥实力 但人气跳高 他想要摆出姿态 而那些排名靠后的 比如魏哲明想要贴近一些 这也没什么 但当他们对挂灯笼的时候 我真的惊呆了 两个对结盟成功就挂灯笼 别人是这样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还挺吉利的 既然要挂得高 节目组肯定会给比较长的挂杆 而王耀庆组是这样的 不是 大哥你没长胳膊呀 他理所应当地跨在 何展成脖子上 其他人纷纷把着王耀庆 随后帮助他把灯笼挂上去 此刻何展成的笑容 和其他人关心的目光 让我觉得无比讽刺 就一个综艺而已 真的把自己当皇上了 你要真人气这摇牛 这么大岁数咋 一个市地没拿 别说一线演员 路易不会这么做 就算是资本家 也不会如此堂而皇之地 骑在别人脖子上吧 此刻陈楚生的那句话 又一次浮现在耳边 没有一个部落 可以这样来看我们部落 还有啥可说的 高下利剑 其实在看陈楚生 和王月心吵架的时候 我真觉得男人之间的雄劲 更胜一筹 来看看网友怎么说 只要不请张远 在就业就基本打不起来 谁能想到所谓的兄弟 还能挑拨离剑 哪怕是陌生人 也不带这么挑适的吧 他是侦察呀 为啥那俩人吵起来 反而张远挨骂呢 你别说仔细回味这段剧情 张远的每一句台词 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戳人痛点 王月心从厕所出来 队友蔡国庆第一个去搂他 都已经决定了 私下说说就好了 这时候 于浩明其实也想说和一下 王月心都已经往那边走了 结果张远快步走过来 笑着说 你去上了个厕所 他们已经决定了 听到这句话 王月心才停住了脚步 这时候 大家的目光已经都在他们身上了 蔡国庆想要立即将这事圆过去 毕竟明面上没必要吵 而张远不冷不淡又来了句 他的意思是 他没在的时候做的决定 大家都是成年人 谁还不知道王月心为啥生气 要不咋都过来想要哄 咋就嫌你长嘴了 所有人都在看 陈楚生赶紧解释 罗杰夫组有很强烈的意愿 想要合作 真的 隔着屏幕我都要替他们尴尬了 当陈楚生明显生气了 他直接撂下一句 那你当队长 然后王月心沉默了 而张远也不说话了 反而是陆毅在旁边拉陈楚生 想要劝架 张远一直在给王月心揉肩膀 啥时候会做出这种动作 打架鼓舞士气的时候 也别说谁过度解读 你兄弟眼看着要吵起来了 先是在旁边递话 吵起来之后 你一声不吭 这是哥们能做出来的不 明显 谁都没错 尤其是在旁边的罗杰夫他们 何必呢 我都想冲进屏幕劝个假 你想选王要庆 但是人家不一定想要你们呢 而张远 还是站着看 啥也不干地方 都不挪一下 人家和解拥抱了 他还是一直看着 眼看着有了结果 张远才上来拉了拉陈楚生 他只说了句没有任何 或许想说的是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吧 其实从前面就能看出来 张远就是不服 他不服自己凭借如此高光的灵人 竟然还是没打得过陈楚生部落 也不甘心就这么在他的光环下 所以急切地想撕掉0713的标签 不过人家兄弟可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吧 来了这么一遭 我倒是被陈楚生吸粉了 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总比案件伤人 高高在上把自己当领导来得好 有些人明明唱跳不会 演技稀烂 动作油腻 却人气超高 骑别人脖子 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咋就这么大呢 感谢观看